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想获罪的文革死囚 恶毒攻击中央收到 现在满天贴着你的通缉令 1968年 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通缉 然后这个时候就听见 很多警察进来了 我自己就以为第二天早上 我们就会被枪毙 他和死刑好与我们相约 谁万一能活下来 也要把我们的情况说出去 先活的生命 当他意识到 他马上就要死的时候 在心理上和生理上 是直接的非常痛苦 他在死刑即将执行时 北周恩来留下活口四字 改判为15年徒刑 意外逃出升天 外边那个大门 光全关了 车都开走 他经历了文革时代 特别的经历 他结识了文革时代 特别的人群 我影响了很多人 你是不是 听张廊狼讲述 听张廊狼讲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84年 我就是活就太忙了 每顿饭都是应酬 每次都是开会 都是在谈谈 一下人家就 一下就软在那了 协会员一看 一看就是心脏不行 气质性心脏病 这时候就我母亲病 回香港以前我去看她 我妈说 听说你心脏不好 你能不能跟医生说 把我的心脏换给你 我说现在医学 还没有这么发展 我妈看过去说 我心脏比你得好 但是我连这个也帮不了你 到了85年 12月 那个时候 那个等于那个 关于那石油的 那个谈判 差不多快完了 说最后还让我过来 也得签个字什么的 后来又躺着 躺着医生堂 来了北京 下飞机的时候 没想到 我弟弟就聊了 在飞机场 也跟那个 跟那个公司的人 都在那等我 我说 聊了你这么在接我 后来他说 妈妈不行 你得回家吧 原来他们跟那个 弗兰克林 事先都说好了 就怕我那个 因为我身体有 当时那种状况 怕我太一激动 出什么事 所以事先没告诉我 下飞机再告诉我 那个弗兰克林说 那个这边的谈判的事 你先不用管了 你跟你弟弟回家吧 后来我就跟我弟弟回家 实际上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只是 85年12月8号 你去世 我妈妈是一个 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 但是为了我爸爸呢 她就是真是把自己牺牲 她本来 她年轻的时候 写文章就写得非常漂亮 她呢 过去就是在给那个 那个 当时在上海呢 就有一个论语杂志 人间事 还有一个太白 这些杂志 我母亲都给他们投稿 所以她那个时候 很快就变成一个 有名的一个年轻作家 实际上那时候 她非常年轻 到延安以后 就在那个 也是研究鲁迅的一个叫文抗 文艺抗叠协会 她在那儿研究鲁迅 而且也是参与了出版 延安版的鲁迅全集 到东北以后 我母亲那段是给 先是给 那个 李立三当那个秘书 也参加了那个林彪他们那些 很多重要的会议 后来 她要求还回到教育部 她又 编那个教材 什么的 一进北京 就 她就调到那个政务院 就在 那个周恩来的那个西华厅 那个实际上是给她 下面做一个机要秘书 但是我母亲呢 她从来 不提这些 因为当然也是一方面是纪律 另一方面呢 她也 她觉得 那个 这个对她说来 不符合她的那个 自己的那个理想 所以 后来她就是 借着 因为她不是党员 她从政务院就退出来了 她退出来以后 她就 就一直在教书 所以后来 她最后是在中央工艺美院 教文学 实际上 我后来的心理历程 有某种意义上是 是 是 学我妈妈走这条路 我们这一届的 差不多都是延安出生的 所以学校对我们很重视 也很培养 所以老师也找我们谈话 我妈妈就说 你 你当不了官 说因为 在 在中国古代当官 都需要 垮面 自干 一直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你不见得干得好 而且像你 天真 又热情 喜欢聊天 讲故事 那你犯错误的机会太多了 我说那怎么办呢 我妈妈就是意思是 就像 韩西仔夜宴图 你就是一个文化爱好者 你就不会卷入仕途去 我们当时 这个组织 这个 太阳纵队 搞朗诵会 什么 我妈妈和我父亲 他们都参加 而且他们都支持 让小孩玩吧 就是 玩 总比 总比你去 天天学政治 然后去学怎么 进入官场的这种途径 那你天天你的 你心里就都不正常 他们是这么认为 但是我妈妈再聪明 她也没有想到 后来有个文化大革命 你搞文化也不行 我母亲呢 实际上文革以后 她也试图 写一些东西 在家里 看到她很多手稿 她都是用毛笔小凯写的 那个字非常漂亮 但是我母亲确实 她已经筋疲力竭了 因为 这个家和我父亲 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是她在支撑 回去以后 我看得 很平静一体 后来她说 我问 他们说就是 她自己 那个 何丸州 安静的休息 就这么自然走了 我说那 也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吧 后来 第二天 第三天 我就没有 谈判也没有参加 我又把我送回香港 那个时候 就是非常不舒服 后来 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去 急诊送到医院 医院就说 我必须得动手术 必须动手术 这时候 我太太 就是原位 那小女 本来就是一个小女孩 不懂事了 那时候 我的女儿正好三岁 我女儿也不懂事 她带我女儿到医院来 就问那个医生 说如果动手术的话 这个死亡率 她就没有当着我 她说叫她出去 实际上死亡率很高 为什么 我要换两个半膜 换成金属 而且是体外循环 意思是 把心脏拿出来 重新做 她完全是靠 那个外边的泵 这个里边 那个还是有 很高的死亡的危险性 我太太就 她呢 从来 把生活 看成是文学 看成是童话 当这么现实的问题 一下她就 她就 整个就晕了 这时候 她就没辙 她就回去跟她爸爸 跟她哥哥去商量 她 她爸爸就说 我原来怎么劝你 你看 现在这么个局面 她那时候 真是有点 手足无措了 后来 她又来跟我谈 我就说 我说我现在知道 医生也说了 就是好了以后 我已经是 等于一个机器人 两个瓣膜 是假的 里边都是金属的 我说这样吧 如果我 手术这关没过去 反而 这很自然 你可以回 回家了 就是什么 就是就很好 你也为了这个孩子 我说如果是 如果是我活过来 但是身体状况不行 你要是愿意觉得 不行的话 你要是受不了呢 你愿意回回归你自己的家庭 家族 我也不会阻拦你 他就说好吧 他们就带着孩子走了 等到 第二天 好来做手术 那个因为那手术 时间太长了 因为你想 就全麻 大概十几个小时吧 所以我还能够这么平静 因为过去那个命也是捡回来的 过去是政府的事 这回是死神的事 是疾病的事 反正都是这么回事 我已经捞了这么多年了 也够值得了 就是八六年初 动的这个手术 动完了 回到家过几天 又不行 他就再送医院 基本上是这样 不行就急诊 送医院来急救车 在这么一个状况 后来慢慢稳定下来了 他就让我在家躺着 但是呢 医生跟我说 为了你自己能够恢复 每天上午十点 你起来 你得出去走路 走二十分钟 然后回来再躺 下午再走二十分钟 回来再躺 整个里边那个器官 你想那个时候 他等于重装了一遍 他走实际上让他复原 后来我太太看 我也能走路了什么 后来他就说 他说让飞庸陪着我养病吧 他说你这个看样子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他说我要带女儿 去美国看我妈妈 那时候他妈妈 已经搬到九金山了 他就飞了 结果他飞到纽约以后 大概是过了没 他就是说叫了一个律师到家里来找我 说要跟我离婚 让我签字 那个律师问我的律师 我说我没 我实现也不知道 我说我没律师 我说要不你也当我律师 律师说我能够同时当你的时候可以 我说反正我也同意 后来就是那个律师也就变成我的律师 然后两份文件我们两个就签了字 就算离了婚了 我想孩子高兴就行了 他们就去了美国 正好在医院住的那天 突然来两个大陆的官员 他说你爸爸想看你 但是他现在没过关 他在那个深圳的国宾馆住着 我们来接你 他们有那个过境的车吗 我说行 他们就开车把我接过去 当时深圳的头呢是李浩书记 是李浩请我爸爸到深圳给他们做指导 去了李浩请我们吃完饭 后来我等客人都走了 我爸爸说我特地来 正好有这么一个事 我来看看你 我爸说想跟你说我那个这么大岁数 也没有人照顾 所以我呢可能要结婚 我们家也挺戏剧性 我离了婚我爸要结婚 后来我说那你跟我说干嘛 你应该跟我哥哥姐姐说 我是在家里老三 他说家里呢兄弟姐妹都跟你关系好 他们互相之间呢互相也不听 你呢帮我跟他们做工作 我明白因为我母亲去世没那么多久 但是我父亲结婚他们会有反弹 会有不满意 后来说行 我说这个我负责我帮您打电话 我姐姐跟我妈妈的关系感情最好 她就是家里唯一的女孩 实际上我主要是说服她 我姐姐说 我爸怎么会这样 后来我说爸爸这么大年纪了 而且我说妈妈 她在最后跟我说得很清楚 她已经早得看见了 她说了一句话 我走了以后 你爸爸怎么的选择 你们都不要阻拦 你们都要支持 她高兴就行 所以呢我爸爸他自己有这个选择 你就让他 咱们你说咱们都这么爱爸爸 你可能你回家去照顾你爸爸 爸爸一辈子吗 不可能 所以呢我还是尊重他 所以这样兄弟姐妹都同意了 父亲的事情也解决了 我就安心在那个香港养病 我那个太太就是原位走的时候 她还是很仁义 虽然是跟我离开 她那个房子什么都给我留下来 这些年我们的集蓄的钱 她也都没拿 因为她家里的经济条件比我强得多 她也不在乎这点钱 我就把那个权威花园的房子给卖掉了 因为我想自己养病嘛 那时候刚刚开始不久的这个余景观 我买那个低座的那个什么海燕镜啊 什么就是富士的 就是双层的一千多尺 那时候中国那个房改还都没开始 所以那个在中国人看起来也不得了的好房子了 而且离那个海滩很近 所以我每天没事就就在家里头 完了以后到海边去游游泳 过得很悠哉 身体恢复的也挺好 人是很很那个奇怪的 因为我在动手术以前 她不是天天打药啊什么什么 尤其是我那个动完手术以后 我太太跟我说要做那个离婚 然后让那个律师来的时候 那时候人的感情那部分好像被焊住了 但是这个突然一样的不错的时候 突然想起那时候我女儿才三岁 那个人这时候突然那个感情上来觉得 哎哟生活就一下就解体了 当时我就也试图用那个长途电话 跟我太太联系问他们怎么样什么的 是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性 我说我现在因为过去我是担心 我恢复不了 我变成一个残废 我说我根据现在情况 恢复的挺好 是不是你可以考虑这个复婚 她说不考虑 那不考虑那我没办法 因为我当时在那个 那个美国律师处所有 那个美国那个保险 她你要说你一直是这个残疾人 就按着那个最基本的那个 给你赔一个生活费 那你要是愿意开始工作呢 就没有那个赔 反正你得自己有个选择 你要正式一上班了 这就都没有了 我说不 我不要赔这个 我我我我以后还会做别的工作 我也会工作 那个时候我身体慢慢恢复一些呢 我就做不了那个原来那么多工作 我们不是那时候做旅游吗 有个旅游公司 我就开始还是做那个旅游的那个项目 我就不用去跑 那个上班就在新世界 他们那个当时那个旅行社相当的大 在新世界站一层就在那个尖啥嘴那 在这时候我因为的活就比较轻松 所以这时候那个那个李仪就介绍我 就是认识了这个那个那个他们那个导演 徐 徐克 但是徐克还跟他太太没离婚 他们正在拍这个英雄本色2 和这个倩女幽魂 还有胭脂扣 过去徐克 他们都是票房毒药 他们就是那个英雄本色一下翻了身了 他们同时呢还在要拍一个国内的题材的片子 就是那个旗网 所以他就给我安排一个那个桌呢 就让我帮他一块策划这个旗网怎么来拍 实际上我们在北京已经拍了一次这个旗网 拍得不成功 当时我是跟张欣欣一块弄的 后来在这边呢 就是我给他们当顾问 徐克呢 他想弄 他弄那个与众不通的齐王 他把阿诚的齐王 和台湾的张细国的那个齐王 两个故事给揉在一块 实际上它很难揉在一块 那个大陆的故事跟文革在一块 那个张细国呢 是跟那个现代的那个故事在一起 但是他因为反正是 那个徐克想弄穿越 这时候呢 我就是因此也跟张国荣啊 跟他们这些人都认识了 那梁家辉呢 他当时和那个导演 他们听说我这个故事 他们就是 不如你把你那个写出来 咱们拍一个 我说那个香港拍这种电影 那个不具有这个规模 做不了 楚源呢 当时跟那个徐克是好朋友 楚源呢 他看了那个日瓦格医生 他受启发了 他就想把在中国拍一个中国的日瓦格医生 他觉得我这个故事跟那故事一边大 他让我来我说我说我这个牵扯到党内的事儿这个不好弄 后来他又找了那个吴明氏的一个小说 吴明氏那小说呢叫野兽 他说这个小说呢 因为他写到只写到四九年以前 但是也有工人运动 也有什么 他写可以把这个改成中国的那个日瓦格医生 他把那小说给我 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把那个框架先写出来 我看看能不能做 后来我说行 结果我大概花了一个礼拜给他写了一个框架 那个他一看很满意 他说这行 往里边再填点材料 这就可以拍 他已经都想好了谁演谁 当时这些当红的演员 他都想用 他想拍一个画时代的东西 当时给了我三万块钱 我觉得就也很多 我一个礼拜赚三万也不错 我老干这活也行 当时香港的规矩是这样 写框架 故事框架 完了他再拿这个框架去找别人来写故事 楚源在找别人呢 后来梁家慧跟他说 写大陆这个故事 你还得找大陆的人 你说香港的写手 他写了到时候不对 后来他又来找我 他说你能不能写 我说我可以写 但是我这怎么算 他说这样 我也不给你算多少钱 就是算你写的剧本是你的股 我呢是作为导演 然后咱们把这个弄完了以后 找到的投资方 到时候最后赚了钱 咱们按照这个比例来分 我说行 我也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 大概我后来花了几个月 把这个给他写完了 写完了发现他也是 楚源也很天真 他拿着剧本找不着来钱 因为香港人很现实 你拍古华仔 你拍香港的这个现实 这个好找钱 你写这么大的题材 想弄成中国的古达哥去呢 人家考虑在香港能演吗 大陆让你上去演吗 最后人家发现 这票房将来是问题 所以没 最后始终没找到投资方 这剧本就一直在 楚源手里 这个时候我看这也没什么事 后来我又回北京 回北京呢 我就是当时还是做这个旅游 当时跟那个那个香山饭店 跟我们合作 贝玉明呢 跟我爸认识 后来他他作为那个一个主体 就是建筑设计 里边的那个室内装饰 他请我爸爸当当总设计师 所以等于香山饭店是 那个贝玉明跟我爸爸的合作 香山饭店呢 就跟我说 说你不是在做旅游吗 我们作为你的一个合作方 后来我挺高兴 但是我们不是做大团 做个别的高端的几个人 文化的人啊什么 因为香山饭店离机场太远了 他说呢 你给我们弄 要两辆那个奔驰的那个 八座的那个车 不七座七座的车 他是这样可以拉那个小团的人 直接去香山 这样的开得快一点也安全 后来我们就从公司把钱拨给他们 后来他们那个跟上级批了条 我们从那个从那个文锦度把那车给他们运过去了 那些呢都挂在账上 说以后那个分红的时候从这里边走账嘛 就是香港这跟我们合作这个呢 就是当时等于是我们和香港的这个这个大旅社的老板 我们是算我是算是那个当时我们已经是除了老板以外我们是第一大股东 那个香山饭店只是我们的合作方 我们给他客源 然后他把那个客人的钱给我们 他直接都寄到公司了 就寄给香港这个公司 后来我就说怎么香港那边不给我们拨款 后来我就问那香港老板 我说那个你得给那个房租啊什么的 你得给这个以后关于利润以后再说 你这个基本的这个得给 他说现在公司周转有点问题 你你先给垫着吧 后来我就我就我那都是傻乎乎的就帮他垫着 垫着垫着 后来越垫越什么 最后那个老板就跟我说 他说那个公司现在那个那个经济啊 转不转不起来 那个时候他们在一个已经欠了我们大概几十万了 那个是在当时几十万就是不得了的钱 他说你再拿几十万给我们 我们就度过这个难关 后来我说那个那个那个度不了呢 他说度过不了的话 你这个几十万你换了以后 你你不是公司就让给你了 对 我一想 我想我知道他自己可能经营上有点问题 我可以缩小规模 干嘛要在那个新世界租这么一层啊 因为他同时做大团什么都在做嘛 我想他可能就是周转不灵 就是做的太太那个什么厉害了 一下也给他了几十万没想到呢 第二个月他宣布破产了 破产了公司就就垮了 他说那公司拿去 那是那垮了公司就是全是负债公司 我要那公司干嘛 但是他人也没跑 他就住在尖沙嘴 我去看他去 他也确实 他老婆和女儿去美国了 他跟他儿子留在香港 就租了一个小房子 两个人上下床就在那重庆大厦 确实挺惨 我说你怎么混成这样 我告穷了 我宣布我破产了 哪天我万一翻过身来 第一个要赔给你 你是我的恩人 我说这就等于白说 他叫周浪怒 挺有名的 也是当时做的很 我说你怎么会这样 最后我才知道 他是突然上了毒瘾 他去跟我要那几十万 他就想 万一到澳门翻了身 把钱也还了 那公司也救了 他一到澳门 整个输光了以后 他只能让老婆孩子 老婆和女儿跑了 他跟儿子在这当人质了 那我就一下 后来我就说得了 也不做了 我就当时就帮包百姨 做北京的现代的美国沙龙 美国俱乐部 也不是赚不了什么钱 但是那个工资还 我这人又不是说 只要能够自己工资够 自己很满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